太平常青学院开办20多年来 吸引越来越多长辈就读 这一天太平公所举办解业典礼祭成果展 109年总共开设了51个班 其中更有128对的夫妻同窗共同学习 不少长辈学有所成展现精彩的成果 也让人看见这些老宝贝精彩的人生 因为拍相片很辛苦 背着10公斤的相机设备 要上山下海 赖民航在台前分享拍摄心得 退休后加入长青学院 摄影作品更获得不少奖项的肯定 太平公所这天举办长青学院节典礼祭成果展 不仅鼓励长辈持续学习 也让人看见他们努力的成果 长青学院从88年成立到现在 目前有51班有1564位的学员 我们这些学员里面 我们最长的我们的88岁的王金宁贤康力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长青学院的学习 那总共我们有128对的夫妻来参与 我们的这个长青学院 你的职场或者你的家庭 这个角色告一段落了以后 其实是更好的另一个人生 更另一个角色的开始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原来我们有很多潜能 我们也可以发展第二专场 我们也可以发现世界的多彩多姿 所以根本就不用恐慌 公所表示109年总共开设51班 学习人数有1500多人 这些人怀抱着学习梦想 有些则是退休后 重新找寻生活重心 而其中有128对是夫妻同窗学习 这些长辈学得一技之长 还获得不少奖项 脸上也多了自信与光彩的笑容 现在是在唱歌 这都是很快乐的事情 在长青交了很多朋友 又像我们两夫妻一起去上课 他带着我 我们两个这样子去 很快乐 每一次一起去一起回来 我们退休后的日子就过得很快乐 所以我们结婚了 已经69年转色婚 我们去年在工作就帮过转色婚 所以现在我们还继续在场景上课 前几天有一位朋友 还给我们绿营 转色人生 场景学院对这些长辈来说 除了是知识的殿堂 更是结交朋友的好场所 不少长辈报名的课程之后 越学越有兴趣 摄影、绘画、唱歌通通都来 尽管后半段人生才入学 但依然展现精彩的创作成果 接着转转 台中超报道